什么?你说你喜欢精神病科 哇,你的喜好真的是不一般的 但是呢,刚好我们的精神病科也很需要人 那你就去精神病科工作吧 嘿,大家好,我是大林 我是美国的一个register nurse 简称RN,也就是注册护士 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我想来跟大家聊一聊的 就是美国各种护士的分类 以及他们的就业的环境 他们都在哪里上班 他们大致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以及他们职业的发展 那么时间轴呢,我会放在以下的描述栏里面 那么北美的护士呢,大致可以分成四个种类 那第一种呢,就是CNA 就是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 也就是我们中文讲的护工 那第二类呢,就是LPN 就是licensed practical nurse 就是职业护士 那第三种就是像大林我一样呢 就是register nurse 也就称为注册护士 那第四类呢,就是AMP 也叫做Nurse practitioner 他们是有处方权的高级职业注册护士 那首先呢,我来说第一种哈 那第一种就是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 那就是护工 护工的话呢,不用经过学校的培训 那么雇佣他们的医院呢,或者是养老院 会统一的培训他们 一般的培训时间呢,是一周的时间 那经过了这一周的培训时间之后呢 他们雇佣的这个医院呢,或者是养老院 会帮这个学生护工付这个考试费 让他们去考这个CNA的这个执照 那么护工的话呢,就是我经常在嘴边说的护士助理 他们呢,一般就是帮病人穿衣服啦 协助病人上洗手间啦 如果病人吃不了饭的话 他们也可以帮一下喂一下饭啦 就是帮病人洗澡啦 等等这些非常简单的护理工作 那么雇佣公司呢,也就是雇佣他们的这个医院 或者是这个养老院呢 花了钱,也花了精力去培训他们哈 所以说呢,这个护工呢,一般都会跟这些雇佣公司签合同 比如说呢,你一定要在我这个公司呢 做满6个月啦,或者是10个月了等等 如果说呢,你不想被捆绑的话呢 也可以自己花钱去参加培训 或者是花钱去参加考试 这样子的花费呢,都不是很多 你要记住哈,因为他培训的时间只是一周而已 那么护工呢,在美国有非常多的这个工作的机会 很多的医院和养老院都有大量的工作岗位 那也有非常多的护工呢,会到病人的家里面去工作 那在大龄的医院里面呢 我也听说有很多我的那个护工小朋友哈 就是收到医院的这个群发的短信 比如说呢,嘿,我明天或者是后天很缺这个护工 你要不要过来上班啊,你过来上班我给你奖金啊 那么护工的话呢,他们是按照小时来算钱的 如果他们一周的工作时间超过40个小时的话呢 他们的工资是可以拿到基本工资的1.5倍 我以前呢也有做过一个视频是专门讲解护士的工资的 我会放在描述栏里面,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下 那么美国对于护工有什么要求呢? 有什么要求呢? 其实呢,不是很高的要求 只要你是个人,你力气大,你肯干活 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呢,美国人都长得人高马大 比如说你要帮一个病人就是翻身的话 如果说这个病人能够动一下的话呢 你就从这个病人的后面就扶一下他,推一下他 这个病人就能翻身了 但是如果说这个病人他得了中风的话呢 有身子是动弹不得的话呢 你就要花很大的力去翻身,去翻这个病人 那在美国做护工的话,对英语的要求也不是特别的高 简单的英语对话,能听得懂,能看得懂就可以了 这个周末刚好是美国的复活节 所以说呢,我现在要去准备一些彩蛋 美国的Easter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复活的一个节日 在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复活节一到,这就意味着春天来了 花花草草也会变得非常的缤纷漂亮 复活节这一天的节目主要有绘画彩蛋 剪彩蛋,亲戚朋友之间也会互相送一些小礼物 也会送祝福的卡片 这些朋友在计划上把它切成他们的地方 在冷却时宝贝 加热汁 这个蛋裂了 主要给表娃吃 那么鸡蛋呢 正在炉上面烧着 我们接着回来讲这个LPN LPN也翻译成中文 叫做职业护士 LPN不用上大学 念完高中之后呢 拿到他们的高中毕业证书 还有呢 要有比较好的生物成绩和数学成绩的话呢 就可以申请这个LPN学校了 LPN学校的学长呢 大概是一年的时间 那他们在这一年之中 大概学习什么知识呢 他们要学习基础的人体构造 要学习简单的护理知识和营养学 还有药物和药理之类的学习 那除了书本的学习之外呢 他们还要去到当地的老人院啦 儿童医院啦 还有产科等等 这样子的各个专科的科室去学习 那么经过了这一年的学习之后呢 他们考过了这个证书 就是这个NKLESS PN 就可以上岗了 那么他这一年的学习呢 不会像RN就是注册护士 学的这么的深 也不会学的这么全面 那LPN就是职业护士的话呢 在美国一般是在老人院 工作的机会会非常的多 因为老人院的病人们呢 这些老人家得的都是一些慢性病 而且都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LPN就是这些职业护士呢 他们会给这些老人家就是口服药啦 还有他们呢可以做这些肌肉的注射 他们是没有资格做那个静脉的注射的 那现在美国的话呢 很多的医院都不再用 LPN就不再用这种职业护士了 因为医院的话 我们一般是接受一些急诊和一些 病情相当不稳定的病人的 那么LPN就是这些职业护士的知识储备 他们不足以很好的控制这些急诊病的病情 那如果一个老人院里面 他有同时雇用LPN和RN的话呢 他们两个就是LPN和RN 就是职业护士和注射护士 他们这两种护士呢 是做着完全是一样的工作的 就是呢 他们会给这些老人家发放一些口服药剂 和做一些慢性的这些伤口的处理 比如说像这些 diabetes的伤口的处理 就是做一些糖尿病的慢性的伤口的处理 那么一旦老人院里面的一位老人家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呢 那这个LPN的话呢 就会让RN的同事过来帮忙看一看 给出一些建议 看看这位老人家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老人院呢 会大量的雇用LPN 也就是职业护士 因为呢 RN和LPN在老人院里面都做着同样的工作 但是他们的薪水是完全不一样的 RN的薪水呢 是要比这个LPN的薪水要高很多 那么这些LPN职业护士 除了在养老院有大量的雇用的机会之外呢 他们还可以在医生的办公室里面工作 比如说他们可以做一些就是病人的预约啦 还有简单的伤口处理啦 还有呢 他们可以打流感的预防针 他们也可以去到病人的家里面做事 比如说给口服药业啦等等哈 他们还可以在免疫的诊所里面工作 因为他们可以做皮下的肌肉注射嘛 所以说呢 正好可以打流感的疫苗 看一下鸡蛋煮好了没有 它坏掉了 所以就不能用来做彩蛋了 还有它下面的这个蛋的话呢 也裂开了 所以说呢 只有10个鸡蛋可以用了 那我把这个蛋就拿起来给Bella吃吧 我还没叫你呢 你怎么就来了呢 你怎么知道我要给你吃鸡蛋呀 好了 现在鸡蛋已经完全的煮熟了 那么我现在呢 就把它从锅里面拿出来 就放到我面前的这个小毛巾上面 让它冷却 按照往常来说呢 我们家每年的复活节都会准备彩蛋 这个准备彩蛋的任务呢 每一年都是交给我老公的一个子女准备的 他特别的有绘画的天分 但是呢 今年他有事情就不能来过节了 所以说呢 今年准备彩蛋的任务呢 就落在了我的头上了 我把这个鸡蛋给掉到地上摔坏了 我把这个鸡蛋给掉到地上摔坏了 还有染料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RN哈 也就是这个注册护士 那么像大龄我的话呢 我就是一个注册护士 我当时的话呢 是在美国的一个州立大学留学 那么我是经过了一年的这个pre-nursing 也就是说经过了一年的这个 注册护士的预科之后呢 我才竞争到了一个名额 进入到了这个注册护士的这个学院里面来 因为在美国的话呢 注册护士的这个学院呢 非常的难进哈 他们要求他们的学生要有3.8以上的GPA 才能够进入到这个RN的program 也就是进入到这个注册护士的这个学院里面来 也就是说呢 我买了12个鸡蛋 也就相当于12个学生呢 申请了这个RN 这个注册护士的学院 但不是所有的12个鸡蛋 12个人都能够进入到这个注册护士的学院里面来 只有9个人被竞选成功了 那在这一年的注册护士的预科里面呢 我们会学习到比LPN学校更加深入的人体构造 生物学 营养学 还有是数学 那注册护士的RN学校呢 一般是两年到三年的学习的时间 为什么是两年到三年呢 因为注册护士呢 它有大专 它也有大本 那两年的话呢 就是大专哈 三年的话呢 就是大本 在这两年到三年的学习之中呢 学校会让我们学习护理知识 药理知识 各个专科 比如说像精神病科啦 产科啦 小儿科啦 还有普通病房科啦 还有重症病科等等的学科 那经过这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如果你幸存下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参加北美的注册护士的 Anculus RN的考试了 通过了这个Anculus RN的考试之后呢 你就可以上岗了 那我刚刚用了这个句子哈 如果你幸存下来的话 是的 因为注册护士的学校 它是非常严格 而且非常残酷的一个学院 它会一直淘汰人 一般的护士学院的淘汰率 大概是在五分之一的样子吧 那我刚刚说了 有12个人申请 12只鸡蛋 只有九个人进入了注册护士学院 还有一个学生呢 因为在这九个学生之中呢 有一个学生呢 很不幸的 因为成绩不是太理想 就被淘汰了 那现在的话呢 只剩下这八个RN学生了 那这八个RN学生呢 都通通通通过了Anculus RN的资格考试 他们就成了真正正正的注册护士了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八个注册护士 这八个鸡蛋给染一下颜色吧 然后呢 再倒上一点醋 然后的话呢 再加上半杯的水 你看这个颜色真的在变了 已经变成了蓝色了 然后的话 这个呢 就变成了这个 黄色 这个再搅拌一下 就会变成紫色了吧 然后呢 把这个鸡蛋就放在这个蓝色的这个水里面 泡一下 哦 我的手上也染上颜色了 这个的话呢 这个放在黄色的鸡蛋里面 差不多都好了 再把鸡蛋放进去 那新毕业的RN注册护士的话呢 最最常见的就是去医院里面做临床 像我一样哈 我所在的病房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med surge 可以说呢 就是普通病房 我认识的病房之中呢 除了ICU 就是除了重症监护病房 其他的都是普通病房 那刚刚毕业的RN呢 注册护士呢 还可以在老人院工作 那在老人院工作和在医院做临床呢 这这两个呢 就是最最常见的了 现在呢 我要把这些鸡蛋给捞起来 这个颜色挺好看的哈 那如果新的RN 新的注册护士在医院里面工作的话呢 我们是有很多的选择的 看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 我们喜欢哪一个专科 有很多的医院呢 会结合你的喜好和医院的需求 来安排RN们在哪个课室里面工作 你说什么 你喜欢心脏科啊 那你就去心脏科工作吧 我们刚好缺人了 你说什么 你喜欢精神病科 哇 你的喜好真的是不一般的 但是呢 刚好我们的精神病科也很需要人 那你就去精神病科工作吧 嗯嗯 我听见了呢 你说你最喜欢的就是产科 但是非常的抱歉呢 因为我们的产科现在呢 是暂时是不需要人手的 你可不可以考虑 去心脏科看一下呢 说不定你工作工作者就喜欢上了呢 你说好 那好 那我们就安排你去心生儿科吧 你说什么 你喜欢泌尿科啊 好的 那你就去泌尿科吧 刚好我们泌尿科也是很缺人的呢 因为做临床的压力非常的大 而且工作时间非常的长 啊 临床的工作的话呢 一般是在12个小时 当阿燕有一年的临床经验之后呢 在养老院的阿燕们呢 就可以慢慢的升到经理的级别了 就是可以做办公室了 那么在医院工作的那些阿燕们呢 如果他们不喜欢临床的话呢 就可以选择去医生的办公室工作了 还有的阿燕呢 在outpatient 也就是在门诊部门工作 他们呢 有些去了洗肾中心 有些去癌症的药物治疗中心 还有的呢 去做了中学或者是小学的护士 阿燕的市场呢 需求非常的大 比LPN的市场要好 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呢 都很容易的找到工作的岗位 刚刚说了 现在有很少的医院呢 会雇用LPN了 我呢 有一个朋友的医院里面呢 他还是在用LPN的 但是他的LPN同事呢 只能帮我这个 阿燕朋友发那个口服药 做病人的评估和做病人的计划呢 只有我那个阿燕的朋友是可以做的 LPN是完全是没有资格做的 而且呢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呢 远远比LPN要多得多 比如说呢 静脉注射啦 比如说呢 输血啦 我们阿燕呢 还可以 就是和医生通电话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帮助医生下达指令 做病人的下一步的治疗 在美国的有些州呢 我们甚至可以宣布病人的死亡时间 啊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化疗的药物啊 有很多的 都是只有阿燕才能给的 LPN是不能够给予的 那我现在是要用这个透明胶 再把这个鸡蛋呢 给捆绑一下 你看 它中间的话呢 有一层的这个透明胶 然后呢 我再来做这个紫色的 然后现在呢 我把这个 沾了透明胶的 这个黄色的鸡蛋呢 泡进这个紫色的水里边 然后再把这个紫色的 沾了透明胶的 这颗鸡蛋呢 再放回到这个 黄色的水里面来 看一下 等一下它们会有什么反应吧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聊聊 护士的再高级别 就是EMP 就是Nurse Practitioner 高级职业注册护士 这样子的护士的话呢 它是有处方权的 他们的学历呢 必须是在硕士以上 所以说大专的RAM们呢 一定要升级到本科 才可以申请到这个EMP的学校 而且本科的成绩呢 一般都是要求在3.0以上呢 才能够申请成功 那么EMP的学校呢 一般是有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 因为这些高级护士和医生一样呢 有处方权 所以他们要学习更加深入的药理知识 更加深层次的病理知识 而且EMP呢 和RAM是不一样的 他们有高度的专攻 刚才就像我说过的RAM的学校一样呢 我们要学所有的专科 比如说像精神病科啦 小儿科啦 产科啦 什么都要学 但是呢 EMP只要学习 他们选择的专科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呢 这个EMP学生呢 对小朋友很感兴趣 他就只要学习小孩子的EMP课程就可以了 那另外的一个EMP学生呢 只对老年人有兴趣 那他们只只要学习老年人的EMP的课程就可以了 比如说呢 他们要学习老年人的长期的慢性病的治疗啦 老年人的药物和药理啦 还有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等等 然后等到他们毕业之后呢 他们的工作环境很大程度上呢 也是取决于他们所选择的专科 比如说像精神病专科的EMP的话呢 他们就会在精神病的一些机构里面工作 这样子的机构呢 有一些呢 是lockdown的 就是锁起来的 就是不让病人外出的 也有的一些呢 是像门诊一样的 病人的话呢 也是可以过来咨询 咨询完了 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你如果选择的是家庭EMP 也就是family nurse practitioner的话呢 工作的环境就只能是在门诊里面了 那你如果选择的是急诊的EMP的话 工作的环境大部分都会是在医院 那么EMP呢 是在护士之上 又在医生之下 很多的EMP都非常喜欢他们的职业 他们不会像临床的RN有这么大的压力 也不会像RN那样的体力消耗 也不会完完全全的脱离病人的临床照顾 而且呢 又可以跟他们的医生老板学到非常多的知识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些护士的职业发展 很多的我的医院的护工的小伙伴们呢 都是RN的学生 他们在医院里面做护工 这样子的话呢 他们就会积累在医院工作的工作经验 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临床是怎么样运行的 而且呢 也为他们未来的第一份的RN工作打开了大门 你想想看哈 你本来就在一个医院的某一个科室里面做着护工 然后呢 这个科室里面的护士经理啊 什么的 你们都认识 你平时工作认认真真 勤勤恳恳 我保证你 你还没有毕业呢 就能拿到你第一份的RN的工作了 也有少量的护工小伙伴们呢 是在LPN的职业学校里面上着学呢 那LPN要怎么样成为一个RN呢 有些学校呢 有LPN到RN的bridge 也就是说你以前是做LPN的话呢 可以跳到RN的第一个学年的下半学期 或者是第二年来学习 这样子呢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因为在RN的学校呢 你会有学到非常多的药理的知识 药理的课程呢 是相当难的一个课程 如果你有做过LPN的话呢 很多的药物呢 你在你工作的养老院里面呢 你已经见过了 这会对你未来RN的学习 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RN的大专到RN的本科的这个课程的话呢 现在来说是非常的流行的 无论是大专或者是本科的RN呢 都是做着同样的工作的 拿着完全一样的工资 很多的人呢 就先选择了做大专的RN 然后工作之后呢 再回到学校去多修一些课程 这样子呢 就可以拿到本科的RN的学历了 而且呢 这些课程都是百分之百 都是网上的 也不耽误你上班 很多的医院现在呢 还会帮你付这个学费 大领我的话呢 就是一个大专的RN 而且呢我现在也在修RN的本科的网上的课程 我的医院也付我学费哦 那么NP的话呢 就要求你之前一定要是做RN的 那么从业经验呢 也不要求你要做RN做多少年 就算你完完全全没有RN的临床的经验呢 你一样可以申请NP的学校 但是呢很多的NP都是做了几年的RN之后呢 有了一定的临床经验呢 才去进修的 现在呢 大多数的NP学校呢 是完完全全是网上上课的 这样子的这些NP的学生呢 就不用完完全全的脱产来上学了 但是呢 他们还是要有800个小时到1000个小时的clinical time 也就是实习时间 那么视频前面的你最想成为哪一种的护士呢 如果想成为CNA的话 请扣1 如果想成为LPN的话 请扣2 RN的话请扣3 NP的话请扣4 我是大林 我是美国的一个RN注册护士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请你不要吝啬你的点赞 还有呢 我的视频主要是讲解美国的护士 移民和个人的生活和成长的 如果你对这些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请订阅我的频道 请订阅我的频道